半導體它由上游、中游、下游形成一個產業鏈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相信不少人都聽到很多包裝雜誌 IC 半導體 半導體產業 半導體產業鏈 半導體上中下游 這些科技名詞或產業名詞 具體意思並不是很清楚 還有中間有很多的上游名詞 光照、封裝、測試、晶圓、晶片、曝光機 更搞不清楚 我們先看幾個重要名詞的意思 然後我們再來解釋 中游、下游是什麼東西 中游、下游是什麼東西 是哪些產業 第一個我們先看幾個 什麼叫IC IC可能很多人知道 可能有一個IP IP搞不清楚 經驗人好像四棟、非棟 鋪光機 先聽過 什麼叫鋪光機 幹嘛要封裝 什麼叫封裝測試 用塑膠袋裝起來 用光照 用光打照起來 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再來從證券交易所 一篇文章 因為我不是專家 我講了半天 講你什麼東西 你說的不算 台灣證券交易所 這個政府大單位 他介紹的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就把它唸一下 這個產業鏈 什麼叫上游 什麼叫 什麼叫上游 上游什麼東西 上游 下游等等 這篇 這集大概講這些東西 我們先看什麼叫IC 先了解幾個名詞 不然後面介紹 台灣證券交易所的文章 一下這個名詞 什麼意思 不管中文什麼意思 又卡住了 這一個IC IC就是集體電路 英文是integrated circuit integrated就是整合在一起 把好多東西 兩個以上東西把它變成一個整合 circuit就是電路 電路板那些電路 所以把好幾個整合在一起 那集體電路 台灣叫集體電路 這個中國大陸 其他地方可能不同的名稱 當然它以英文為準 它的別稱很多 在中文英文的環境裡面 有時候就直接稱它為晶片 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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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常講電腦晶片 你看這個 Terminator 電影裡面 它有來自未來的最新的晶片 汽車的晶片 電腦晶片 一大堆 沒有晶片的話 它沒辦法用 它裡面有很多指令 這可以做什麼事情 比較正式的說法 是集體電路 integrated circuit 所以IC就這樣過來了 你看 IC 就集體電路 所以叫IC 半導體基本上也是 也可以稱為集體電路 當然兩個不一樣 半導體是IC的原料一個 半導體就是我們說金屬 金屬可以導電 有的結緣體 就是 導電、不導電 那半導體 為什麼叫 導體 就是可以導電 為什麼叫一個半 它是結語之間 這很奇怪 導電導一半 你可以說導電 你可以說不導電 導一半 誰叫半導體 導電導一半 誰叫半 所以縮寫叫IC 也可以用微晶片 Michael Chap Michael就很小 或者叫微電路 MicroSecure 的用詞 這很多 但是 比較常用的就是IC 或者中文就講集體電路 現在一般都講IC 或者 稀里糊塗就說晶片 也可以 集體電路 在中國大陸 香港 稱為集體電路 集成電路 就一樣的意思 英文為準 真的是電子學 因為不管半導體 IC 就是電子的東西 就是電子學 裡面 當中一種電路 電路 主要包括半導體裝置 就是導電 導一半 一種特定的 也包括被動元件等等 其中製造在半導體晶圓上 我們待會看看 照片 什麼叫晶圓 什麼叫晶片 表面上的一種 小型化的方式 因為它蠻小的 然後 IC 大概一般人 大概有一個基本印象 可是 IP 怎麼又跑一個IP 就本來是智慧財產權的意思 但是又不是智慧財產權 在電子學裡面 在半導體產業裡面 IP是一種事先定義 曾經驗證 可以重複使用的功能組塊 這樣大家看不懂 這什麼意思 看不懂 如果這樣 IC設計 比以為積木 小孩子玩積木 積木 積木 一塊一塊 一塊一塊 要把它組合成 一部汽車 一個小房子 等等 IP就是各種造型的積木 這樣就好像挺有一點基本概念 因此 IP也可以解釋為功能元件組塊 就是已經一塊一塊的 就是IC設計業者 IC有設計 有製造 所以這樣後來 待會兒講 最上游 就像建築師 你要先畫圖 你沒有圖的話 建設公司 沒辦法蓋房子 當然房子不是建設公司蓋的 建設公司去找營造廠 真正蓋的房子是營造廠 所以你沒有設計圖 營造廠沒辦法蓋 你設計建築師畫好圖 他也不建築 設計只是畫圖 他不會設計去蓋房子 他也不會蓋 他只會畫圖 看看外觀怎麼樣 他賣重怎麼樣 所以他數學要好 不然房子蓋好了 結果垮下來 會碰到地震 那他要判刑 有法律責任 IC設計業者上游 他先設計 設計集體電路 然後業者 他的IC設計業者 可以利用各種 功能元件資料庫中的IP 就是一個政客做出一些東西 做成適當組合 成為一個IC 一個集體電路 或者一般我們就講晶片 然後晶片的原始叫晶圓 我們待會看照片就知道了 晶片研發不一定從無到有 有一些設計商會從其他企業 這個產業非常的龐大 非常的複雜 有時候自己從無到有 我就自己做 有時候也不是 有時候就說 因為太複雜了 我就是 就像我買那個套裝軟體 或者買一部分 剩下我自己做 這個意思就 互相合作 有的大公司 我全部做 有的公司專精 我只做這一塊 其他的軟體 其他的配件 我先從別的買 然後我自己做其他一部分 這個意思 所以有些設計者 設計公司 會從其他企業購入 賣入電路架構 與設計模組 以及開發資源 這些現成的方案 就是所謂的IP 這一集當然要全部懂也很難 反正每個不一樣 有的人就懂一點 有的人懂蠻多 有的人完全不懂 反正講是這樣講 那你看得懂多少 就看得懂 看不懂就算 有一個基本概念就可以了 再半導體產業 又稱為戲製裁 所以有時候看到 包裝長有個戲製裁 就是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這個意思 那晶圓呢 外分 就是像台積電 連電生產晶圓 就是晶片最原始的東西 它是一個 因為它圓形的 好像一個碟片 那樣子 都差很多了 所以叫圓 這個晶片的 圓圓的 原始的晶片 還有經過切割 它是半導體晶圓 晶體 原始的 原始的 它為原柱狀 半導體 晶體的 搏切片 所以它本來有一個 原柱狀的 一根 比較高一點 但把它切成 一片一片的晶圓 用於集體電路 製作 製作程序 自身當中 做一個基站 它是一個母體 基站就是一個母體的意思 當然還有切割 我們待會後面會提到 除了做電腦晶片 也可以 製造太陽能電池 等等 它功能很多 因為它的形狀 是原型 所以稱為晶圓 最少就是矽晶圓 當然還有其他的 這個比較少聽過 淡化加晶圓 碳化細節等等 一般就是矽晶圓 這叫Selicam 所以那個加州的矽骨 中國大陸叫硅骨 就是用矽 這個材料 一般晶圓 殘量 大部分是單晶 細原片 當然還有其他的 那晶圓 是最常用的半導體元件 因為它有不同尺寸 不是單一尺寸的 3英寸 4英寸 56 8英寸的規格 甚至有12英寸 等等 就大概3英寸 甚至還有更大的 就大概3英寸 一直到20英寸以上都有 但是一般就是3到12比較多 那晶圓 說越大 這個20英寸 很大 3英寸比較小 晶圓越大 就它的這個直徑 而同一元片可產生的集體電路 就越多 可以降低成本 但是 每一個都用大晶圓就好 也不是 它對材料技術 生產技術要求就更高 所以有利有利 所以我們看到圖片 我們說什麼叫晶圓 晶片 電視元件 主題版筆電 我們一般買的是桌電 筆電 像一般筆電多 方便可以到處跑 功能也差不多 就是散熱差一點 我們一般做掉錢 不管這邊是筆電 桌電也是一樣 或者是平板 甚至手機 都一樣 就這種電子 可以計算的 這個電子產品 筆電 我們就看得懂 你去買 就買一個筆電 中間有很多東西組成的 它最原始叫晶圓 台積電 連電等等 全世界也不只台積電 連電 還有筆架公司也在生產 晶圓長這樣子 亮亮的 會反射光 一個圓圓的 尺寸不一樣 不是固定尺寸 前面講過 今年最原始 它有一個記載母體 它是一個母體 最原始 這個房子 可能是磚頭 可能是木頭 可能是鋼鐵 可能是鋼鐵 也一個原始的東西 然後它把它 經過切割 然後再曝光 經過一大堆手續 就變成晶片 晶片 這張好像不是傳統 看到晶片 晶片大概就是四方性 長方性的比較多 就變成 切割 切割成晶片 晶片又組合成 電子元件 各種電子元件 那電子元件 比如說電腦裡面 它就放到主機板裡面 主機板裡面 像這個有晶片 然後主機板就變成 筆電的一環 一環 當然最重要是 就是 不管是筆電 或者是 做上行電腦 或者是手機等等 就是它主機板裡面 重要的東西都在主機板上面 當然主機板 主機板也是一個母體 一個電路板 它把這些東西都集體電路 把晶片這些都放上去 所以電腦最重要就是主機板 它上面有很多電子裝置 這個最重要 然後還有這個 硬碟很重要 你沒有硬碟你不能儲存 然後還有CPU 你不能計算也不行 然後還有這個 軟體 因為這些都叫硬體 硬體就是人的身體 靈魂 就像是軟體 你要是什麼東西都做好了 硬碟 主機板 硬碟 什麼滑鼠 螢幕 這些全部都裝好了 不能用啊 完全不能用啊 還有作業軟體 當然最重要就是 一個就是 你這個Windows 你的整個 從開啟開始到整個運作 另外一個單 我們要一般文書處理 或者是計算軟體 就是Office 這兩個單 所以買電腦的時候 你要6萬花錢 現在要6萬花錢 大概4千5千這樣子 你要買這個Windows 另外也是要花大概4千塊 就要買Office 當然另外看你 就跟那個 買電腦的時候 哦 加房子軟體 加這個加那個 大概這樣 什麼叫曝光機 曝光 我們說明星 曝光 人曝光 曝光就是好像 以前我們那個洗照片 洗照片 在暗房裡面 但是暗房就暗暗的叫暗房 可是還有燈光 燈光 你要把這個 拍出來的影像 要把它曝光到底片 曝光 從底片 曝光到相片 相片 相片本來是白白的 但是你拿出來的太陽光體 完蛋 完了 就不能用了 所以一定要到暗房裡面 但是 用底片 有一個曝光機 我們叫什麼 就是有一個機器 那個洗照片機器 就把 開個燈 就把 底片 把那個 透過光把它投射在相片上面 但投射也看不到東西 結果顯影機這些 然後才慢慢會影響出來 大概這個意思 破綁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印鈔機 印鈔機很棒 印鈔票 不同的是 曝光機可以用來把電路 就是設計好的電路 印到晶圓上 你的電路歸電路把你設計 但是晶圓上本來沒有東西 把它打印就像照片 買了ISO都白白的 都用黑紙包裝起來 怕碰光碰光就完蛋了 把它印到 像打印到相片一樣 印到晶圓上面的設備 曝光機 很貴的要是 貴的要是 這個行業一般公司沒辦法 不是說我有台幣幾千萬 也不是說我台幣十億八億 那裡人家根本不理你 就美金多少億 好幾億 就換算台幣大概要三百億以上 光是買一台機器就這麼貴 那你要說 我做一個像台積電那個 像是 你台幣來算 你沒有幾千億 一家公司你叫幾千億 你說我有台幣五百億 我想搞一個 金融代工或金融專工人 你都不理你 這個產業 投資太大了 ESMO 這荷蘭的ESMO 就是一家著名的曝光機廠商 當然 如果要厲害也沒錯 可是問題 它真的曝光機 可是曝光機有什麼原間 有些美國 德國 法國 過來的 所以半導體財政 互相捏著我 我捏著你 所以它是一個全球產業的 但是整體是它 這個ESMO是最有名的 它掌握了壟斷性的技術 當然它的技術 有些是荷蘭的 有些是美國的 有些是英國的 所以這很複雜 一台曝光機就算上億美元 那一億就三億幾億 這是上億美元 也不是一億 有時候兩三億 而且有時候你有錢買不到 因為它那個產業有限 就像你要買那個 買汽車隨時買就有 可是你要買那個限量生產 有些名字你聽都沒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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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不要讓你知道 你根本沒錢買 它一台財幣五千萬起跳 或者一億兩億 你根本你知不知道 都無所謂 它也不打廣告 它們牌子也都沒聽過 它都是手上有個五十個 一百個世界上頂級有錢人 所以它每次出奇事 它只要告訴他們 五十個、一百個 潛在的有錢的客戶 一般人都不理 那客戶景品製造商都要購買 那怎麼辦呢 剩多之後少 而且不是你付鈔票就買得到 為了保證供應 所以英特爾 英特爾 韓國三星 它是一年的大企業 我不是光跟你買 我買賣股票 我是股東 我也是股東 你是自己股東 有些賣嘛 那你不是股東 你就慢慢等 又是客戶 又是股東 取貨才保證 可是沒有曝光基金 人做不出來 然後我們常常聽過 封裝跟測試 什麼叫封裝測試 製造的晶圓 還需要 晶圓不是直接變成晶片 還有切割成一片片細小的 裸晶 沒有穿衣服 這裸晶安裝在 叫做導線架上 在封裝外殼 才變成我們一般看到的晶片 像台灣長華 就全球主要的 它是要到現下供應商 封裝好的晶片 經過測試 才能交付 你要測試嗎 不然有不良率 下持品 全部測試好都OK 才能交付到客戶手上 這些封裝跟測試的工序 程序 有專門的公司處理 像台灣的日月光細品 就結局實戰力 市場戰略率很高的封裝大廠 再一個光照 光照 沒經過 Ratical 或是Mask 我們一般叫Mask 一個照子 面照 臉照 照起來 這樣不要看得懂 在製作集體跌路過程當中 利用光石科的 就是鮮硬的技術 在半導體上 變成 曬成一個圖形 這樣圖形 複製到晶圓 晶圓是落晶嗎 什麼都沒有 你要把這個 這個IT設計的東西 把它那個 實刻在上面 就必須要透過光照 做一個原理 就好像說 我們在沖洗照片 利用底片 將影像複製在相片上 我們這邊再多一句話 像以前 我自己也洗過照片 但是簡單的 學生時代好玩 但那時候這些黑白 產生就很麻煩 比較貴 所以學生實在沒錢 這樣買一個什麼 我們叫放大器 放大器 你要買相片 相片黑色 包得好好 一見光就完蛋了 那你當相機 要把底片拿出來 就把底片放在放大器上面 這整個 叫暗房 這個 都 就暗暗的 可是暗示幕都看不到怎麼做 還是有燈 就是一個小燈 紅色的 紅色比較不亮 不過你看不到東西 它影響就不大 然後開那個放大器 它有蠻強的燈 但是它就 它只投射到這個 穿越底片 然後底片 放大 直接放大器 看的是照片尺寸 放大到這個箱片上 然後設定到時間 可是 你 像是 投射到 香片 香片還是白的 還是白的 什麼也看不到 然後放到三道藥碎 寫印機 電影機 什麼東西 慢慢 那時候覺得好神奇 那這藥碎 手還不能摸 戴手套 或者用夾子 然後看到 白白的照片 然後再寫印機 慢慢出來 寫印機出來 也不能用 然後還放到 放到這個 電影機的藥水 最後才 再夾起來 再把量感 或者有的 有一個機器 就專門在 變乾 大概這樣子 然後這個圖片 這個圖片 這個圖片 就是我們講的 半導體 或者就是IC 半導體產業 跟IC產業 差不多了 我們就講 半導體產業 什麼有上有中有 下有都搞不懂 那台積電 連電到底是 哪一個 它是中有 我們就說 從上 上有上有 就像水 黃河的上有 中有下有 下有就要出海了 最上面就是 你要先設計 你不設計 什麼都沒有 所以就像 蓋房子 第一個 建設公司一定找 有名的建築師 先告訴你 我要蓋什麼房子 蓋高級 中級 地級 我要蓋幾層樓 我基地面積多大 我還有什麼建材 我還有什麼造型 跟攝影師溝通 建築師就開始畫圖 建築師現在也都用電腦 以前沒辦法 就是用它的概念 計算機 算一算 真的畫在 用一些器具 畫在設計圖紙上 像不用 像方便 用這個 用這個 用這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什麼圖 反正就是一種電腦圖 一種透視圖 用電腦直接畫出來 3D立體的 很方便 上有叫IC設計 跟IP設計 前面解釋過IC跟IP 就設計 上有就設計 就像建築師 那圖設計好了 就開始製造 但是也不是一開始製造晶片 先要做基載母體 就是晶圓 晶圓片 中油就是IC跟晶圓製造 就是台積電聯電 中間也涉及到 生產自成器 檢測設備 光照 一些化學品等等 中油晶圓 好了以後 到下游 就是IC 要封光測試前面降 涉及到基板 導線降 然後最後才是一個成品 所以 上游是顯示不出來 上游在設計上顯示不出來 到了中油 晶圓 晶圓 電子元件 這些都會出來 下游 中下游到主機板 到變成成品 上中下游 這集主要是講說 什麼叫半導地產業鏈 什麼叫上游 中中下游 因為我自己說話不算 我自己寫出來也很累 寫出來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是由台灣政權交易所一篇文章 我們來了解一下 半導地產業鏈是什麼 因為這個 就念一遍 這個再去解釋 我也很累 聽得很累 就念一遍 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就算 就是有個概念 什麼叫做半導地產業鏈 先了解整個半導地產業鏈再講 什麼是中下游 半導地產業鏈 上游就是IP設計 以及IC設計 中游是IC製造 晶圓製造 相關生產製程檢驗 檢測設備 光照 化學品產業 中游就很複雜 下游就是IC封裝測試 相關產製檢測這些 零組件包括機板 導線降 SE模組 SE投入液等等 構成上中下游 你說這樣子 還算一下看不懂 怎麼一下子 這麼多東西 我們待會再仔細看 上游具體 具體這篇文章裡面介紹 到底什麼叫上游 台灣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導體 產業聚落 上中下游都有 其產業分工 IC設計公司 在產品設計完成後 就委託有專業 晶圓代工 以前叫代工 後來連列說 代工不好提 我叫專工 都一樣 還是代工 因為沒有品牌就代工 有品牌才不是代工 或是IDM廠 IDM廠就是整合型的半導體廠 做IC設計製造封裝 一手包的都可以 這種方法都很多了 自身晶圓半成品 經由前段測試 再轉交給專業封裝廠 進行切割及封裝 最後由專業測試廠 進行最後段的測試 測試之後就是成品了 經由銷售管道賣給系統上 慢慢再去組合成電 變成系統產品 就我們視頻上看的產品 接著來看什麼叫雙油 就是IC半導體 它是一個產業鏈 產業鏈上中下右 叫做一個鏈 像一個環狀的鏈子一樣 IC產品的源頭是IC設計 IP就是IC設計的智慧財產權 IP開發流程 包括IP設計 IP驗證 在IC設計當中 IP核心再利用 可以有效縮短產品 開發周期 並降低成本 像在IC設計 大幅增加許多功能 因此必須應用既有的 驗證有效IP元件 以滿足上市前 前置上市 就是東西賣出來 前置水要求 但是有於功能要求 跟技術製成的差異 每家半導體公司 並提供的IP種類太多了 因此產生專門從事IP設計的公司 讓IC設計 使用CAT這些電腦的軟體 輔助工具 將客戶或自行開發產品的規格功能 藉由集體電路設計 由IC表表出來 簡單講就是如何將一片晶片的功能 成為邏輯設計 到底可以做什麼東西 到晶圓設計的流程 IC可簡單區分為 類比IC跟數位IC兩種 尖叫IC設計產業 已經進入美國 台灣跟中國大陸 三分之下的時代 中國大陸 2014年開始 中國大陸 就複製半導體產業 中心那些 中國大陸IC設計產業 在內地市場趨勢裡面 人多 快速成長 所以說華為為什麼達不到 他人多 國家隊 幫助他也沒垮 自己也生產晶片 每種貿易戰之後 也避免關鍵技術受制於美國 所以跟家族中國大陸半導體 自主化的決心 就是華為 中心那些 積極發展自由半導體產業 那什麼叫中油呢 中油就是 IC製造的流程 是將晶圓 晶圓上做好的晶圓 中油 上油 設計 中油要做成晶片 排氣電連電 先用光照 印上電路基本圖樣 再氧化 擴散CVD 石刻 離子 植入 這都是太專業的方法 將電路及電路上的元件 在晶圓上 製作出來就先映 就像洗照片 就開始 上面有圖像 由於IC上的電路設計 是層狀一層一層的結構 因此還要經過多次的 光照投入 圖形製作 新生線路跟元件的 重複的程序 太複雜了 但是製作完成了機器電路 台灣IC製造業在晶圓龍頭 台積電先進製成技術上的發展 領先 貧雄 所以台灣以前最早 張周牧 台積電就是美國人 他在美國公司 還當過副總 德州儀器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然後台灣有一個聯電 這個 那個 叫什麼 這個 所以台灣那時候李國定 台灣那時候只有清工業 要開始 中工業要開始發展 其他建設 然後另外就要把台灣變成科技黨 科技黨就是要搞這個機器電路 所以從美國把張周牧找回來 然後還有另外台灣的曹新城 他們一開始也沒有成立聯電台電 就是台灣那個 國際技術學院 然後政府在出資 然後再找民間廠投資 然後再分比 新建立 這個 台積電跟聯電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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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新城跟 跟這個 張周牧 就是有剪不開的截 當然 台積電大 張周牧 比較大 但是 曹新城就不服 為什麼 曹新城 一直 宣稱 就是說 金元代工 是他的概念 是他的 他的想法 好像意思就是說 這個 台積電 剽竊 我想法 可是人家台積電比較大 張周牧也沒有反駁 也沒有反駁 但是有時候 是你的概念 可是怎麼辦 但是人家做得比你好 所以有這個恩怨 那什麼叫下游 半導體下游產業 叫IC封裝 就是下游 將加工完成的金元 當然要切割成精力 就一粒一粒 以塑膠陶瓷或精髓包覆 保護精力 以免受污染 及意義裝備 並達成 晶片跟電子系統的 電信連接 跟散熱效果 IC測試分為兩個階段 一個是進入封裝之前的 晶圓測試 主要是測試它的電信 另一個就是 IC生品測試 主要在測試IC的功能 電信跟散熱是否正常 確保品質 台灣C封裝 跟測試產業 溫作全球之冠 這是IoT IoT還是IoT 就是 連接到互聯網的設備網路 可以記錄 或者接收數據 不需要與任何人 人或機器互動 這我才不太了解 這個IoT 我是倆阿鐵 不知道你們念錯 應有信息 台灣IC封裝 跟測試業者 持續佈局 高級封裝 跟一直整合技術 然後大約 經營業者的差距 在下游的IC通路 請負責IC買賣 銷售並不涉及執掌 我們叫經銷商 就是向上游半導體設計廠 或者製造廠採購 提供給下游電子產業 製造商所需的關鍵材料 台灣IC設計 這個產業經歷過兩年都很罕見 順勢就很發達 然後2022年 第二季開始需求下滑 2023年燒群秋 通貨膨脹 跟中國解放後需求 仍不如預期 尤其智慧型手機需求連續 所以智慧手機 現在就是不好 包括蘋果都不好 但是也很簡單 講個簡單道理 這個寵物到有就每個都買 但它飽和了 但是飽和中間一代也會壞 你做得最好 做得更好 我是有 可是你做得更好 像蘋果手機就是 我手上有了 可是你下一代做夠 我還是買 可是 你也不能老是 老是壞 第二個就是 再來就是你的手機 下一代又升級 可是又說升級也沒什麼變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汽車 中國到沒有汽車的時候 汽車有錢就開始 這個世界工廠開始有錢就拼買 可是它都有的時候 那你就不可能經常換 手機也是 它都有了 而且功能也就這樣子 再突破很難 這個道理跟大陸現在經濟有什麼不好 這個房地產 該買的都買 你不可能 想買衣服 我一年買好多件 那房子買一次 還要貸款就不行 所以大家 該買的就買房子 買不起房子 永遠也買不起 買房子不可能 我每年一兩年就買一戶 不可能 所以這房地產就停滯了 可是產業就掛掉 我前面買很多 大家都沒有 買很多 大家都有了 買了就少 買了就好 就掛掉 這一樣 手機嘛 汽車嘛 這些比較貴的 便宜的說兩三千塊台幣 那沒關係 我經常買沒關係 房子幾千萬 手機有時候 可以賣個台幣 三萬十萬五萬 那也不可能每年買 所以就成現下滑了 2023年 下半年 價格升 但是沒辦法再買那麼多 廠商都說我們公司很大 要是股票上市 沒有業績不行 那要消價競爭嘛 就這樣 加上中國大陸 二手自衛手機市場 崛起 華為回歸 華為被美國制裁 可是也沒事 因為國家隊嘛 中國大陸用國家力量去扶持它 要市場夠大 又回歸了 也不利於IC 涉及龍頭 涉及龍頭 連發科 所以我們說 30年合東 30年合襲 世界上沒有說 直上不下的 經濟也是這樣子嘛 有時候好一點 壞一點 不可能一直好嘛 也不會一直壞嘛 就這個道理 為分散智慧型手機 需求不振 帶來的風險 跟踏入車用領域 連發科宣布 跟會達合作 提供完整的智慧型 就是 這個 這條路走不通嘛 我就試別的路子看看嘛 這些意思 在區道SG廠商部分 包括TV、PC等等 在2023年已經開始 回復庫存了 我下飛行電視 產品大宗的手機 也稍微副輸 產生複輸嘛 因為手機嘛 有人買低階 買中階 有錢的買高階 可是 每年換 然後最主要是 有錢沒有差那個錢 可是 你這一代 新一代 跟上一代 也沒差多少 他也不想買 不是錢的問題啊 有人是沒錢 沒辦法經常買新的 有的是有錢嘛 可是我覺得 你沒有什麼 太多的功能嘛 所以就這樣 還沒有付出 在車載市場 人位是相對穩健的動能 電動車 電動車當然是新型的 當然還有一些東西要克服 比如說 供電 這個不方便 電池充電 你家裡 當然最好是在家裡就可以充 可是不行嘛 所以以後能夠 能夠弄到 它這個 速度更快 充電更便宜 在家裡就可以充 一次充可以跑更遠 現在還沒有成熟嘛 現在還沒有成熟嘛 這個電子化 趨勢的明確之下 免白使用數量持續增加 而且持續逐步放大 驅動這些東西 這就不管了 我們最後再看幾段 至於愛奇遲招部分 在2022年第四季 受到高通膨 導致需求不振之下 即便代工部分節電出現 才能送到現象 但台積電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它是龍頭 但是第二第三 雖然很多公司 老大沒差 老二老三就有差 但是台積電燈最大的問題就是地緣城市 中國如果打過來就完蛋了 它怕那個東西 倒也怕全球經濟不好 所以2023年總體經濟陰霾難散 像中國疫情解封震 為全球經濟發生帶曙光 但是經濟跟消費回溫 就我剛才講的 放地產就掛了 因為放地產是大陸GDP成長的動能 那就不好了 尤其年輕事業率很高 就主要這些原因 那有錢的說 那現在情況不好 我現在省電話 那消費市場就不行了 之外 智慧器手機 NP就是Noble 就是理電 電視中端產品出貨動能 伺服器、工業控制、機車等 本來也可以期望給自身半導需求的 應用產品出貨表現 因為反應都不好 因為反應都不好 然後下一個叫A 就是人工智慧 所以我們是說以前有電視 接下來電視又變成網路 好好啊 網路啊 有智慧新手機又很好啊 現在智慧新手機已經平靜了 要搞下一個 你看 第一個從 收音機 進步到電視 一個大的妖精 電視開始又有網路 哦 然後又有 先有電腦 哦 再有網路 哦 網路又有智慧手機 哇 那現在下一步是AI 人工智慧啊 哦 這個很複雜 這一塊將來很大啊 這邊不講 啊 高速運算相關機片 相當訂單 充沛啊 也是新興的產業嘛 啊 就是涉及到我們講的 我們講的 穿 穿 穿 配件 啊 這邊就不講 啊 2023年 下半年啊 愛奇設計 部分業的庫存 也直接去放 去消收 進行回復庫存 啊 但是整體 還不是很樂觀啊 啊 加上啊 大概 這個 長期啊 減少去 紅利消退啊 使得這個金元代工市場 稍微消退一點啊 但台積電沒什麼影響啊 啊 台灣金元代工產業 因為 因一段期啊 破斷啊 調整資本支出啊 那台積電啊 這個 他本來一年繳稅啊 交給台灣政府啊 七百億啊 現在 去年啊 破一千億啊 光是一個繳稅 光是一家公司 台積電就繳稅一千億啊 台幣啊 都不得了 2023年 金元 代工總統台積電 正進入三奈米啊 量產 世代啊 奈米當然越小 數字越小 越先進 那麼先進 所以他領先嘛 領先全世界嘛 因為他越做越小 並投入1.4萬米的研發 然後他主要見得了 韓國的三星嘛 美國的 英特爾 各自面臨需求下滑 跟製造推進的搜索啊 資本支出啊 南消減下 與台積電差距啊 因為台積電的投資太大了嘛 因為 你說公司啊 你不是賺的錢就分給股東啊 或分給投資人啊 所以台積電的那個 研發金額太大了 一年都是兩三千億台幣啊 所以 所以他會 他這個 資本投入比較大 所以他保持領先啊 那二線金元代工部分啊 為防止未來出現金元代工產生致敬 加上 美國強力圍堵 中國半導發展 導致中國撥牌組啊 展開反制啊 就是用國家隊啊 用全中國力量去扶持啊 這個 半導地產業 進而要求在地供貨啊 就是中國人多嘛 需求量大 而且這廠商為強化供應鏈啊 紛紛展開多元布局 因應地緣政治啊 就台海關係啊 未來可能產生變化需求啊 等等 但是 二線金元啊 代工廠商爆價 魅力壓力啊 就非常小假競爭啊 然後 記憶體不分啊 2022年下半年記憶體庫存 功過欲求 那時候還不錯啊 超過兩倍到三倍的庫存啊 功過欲求 這個 這不好啊 功過欲求是不好 就是需求很少 但是你供應量很大 這不好啊 垃圾記憶體價格啊 你東西太多嘛 就只好消加競爭啊 也脫化各大企業的利潤啊 這不好的 那2023年啊 就去年啊 全球通貨膨脹就升息嘛 錢編不值錢嘛 那如果是 通貨膨脹錢編不值錢嘛 通貨機說錢變很大嘛 而無戰爭啊 中國內需需求 減弱啊 這些因素啊 影響啊 這個記憶體產業啊 DRAM記憶體產業啊 各家記憶體啊 大廠紛紛減產 即美光之後 美國的美光公司之後 美光是一個公司嘛 那三星也宣布 減產記憶體啊 台灣廠商也早已更新 這波減產趨勢啊 台灣記憶體 龍頭啊 南亞科技啊 也維持在 百分之兩成內減產啊 等等等等啊 這我們就不念 這句看啊 嗯 最後兩段 我們再念一下啊 IC封裝封測啊 封裝測試部分啊 受到需求性啊 需求機動啊 記憶體產業 需求不正下啊 也容易面臨到啊 加動率啊 加動率 我們先看啊 加動率把解釋後面 一般人看架構 加動率看不懂 加動率就是啊 各個設備啊 在所能提供的時間內啊 為了創造價值 而占用時間 所占的比重啊 那一台機器啊 設備啊 實際的生產數量 與客人的生產數量 之間的比值啊 大概是這樣的啊 看得懂就看得懂 看得懂 沒辦法啊 各道IC啊 封製的廠商啊 都要節省啊 資本支出 嚴格控制成本 後續庫存啊 去化去銷售之後 的壓力啊 渴望足跡減緩 但減緩程度啊 人受到客戶 補充庫存啊 離到的影響 觀察半導體庫存 調整的趨勢啊 上半年半導體庫存 甚至於調整中 客戶拉貨啊 抬高貨啊 增加這個 出貨啊 態度 倒手啊 市場變小了嘛 個人電腦 跟商品電子產品 算有期待啊 客戶產品啊 也有提前拉貨的情況 但市場 人間度依然有限 整個電子市場啊 在這些年啊 COVID-19啊 全球經濟啊 尤其大陸市場 現在變差了 久受影響 測用晶片啊 封裝測試 人看好 這邊就不念 最後一段 念完 這集結束啊 因為這個比較專業了 另外在你啊 有深層 深層是AI 現在這個很夯啊 這不是廠商啊 個人很夯啊 現在我們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 你的老照片啊 家裡爸爸 爺爺照片黑白 它可以把你變產色了 影片也是啊 影片跟照片啊 然後影片或照片啊 本來當初拍的模模糊糊啊 可以把你變得清楚啊 或是我們講的 比較低級一點啊 這個女孩子 男的喜歡看影片嘛 什麼的啊 她可以把你自動生神啊 邏輯的女孩子啊 這些東西啊 當然還有很多東西啊 就是人工智慧 那我們一般比較興趣的是 影片嘛 照片嘛 等等 而且說的誇張一點 以後 AI這個人工智慧 如果真的成熟 其實現在也做得到啊 比如說 有人啊 去搶銀行啊 什麼東西啊 某某人跟你無關啊 他可以把你啊 他有你的照片啊 有你的影片 他可以把你帶換進去啊 變成你在投東西啊 而且完全跟真的一樣啊 就是很可怕 所以這個 以後啊 照片啊 這個影片啊 上髮題啊 呃 這個不採用啊 因為這個AI啊 人工智慧啊 這個已經成熟了 如果這個看起來是你才投啊 實際上不是你啊 覺得這個很可怕了 一些效果啊 這個人工智慧 引用帶動啊 伺服器啊 成長熱潮 也帶動啊 高潔封裝需求 今天太空龍頭啊 台積電先進啊 封裝才能公布應求 台積電為 為此釋放出啊 高潔封測訂單 給專業 專業廠商代工 所以這波浪潮 像是 Microsoft Google 谷歌嘛 AWS 其他啊 這些公司啊 陸續會採購啊 就不錯啊 啊 這個後面也是專業的 不管啊 所以不管啊 這裡面有一些 有些專業 不知道也無所謂啊 所以我們最主要 這一集就是 有一些名詞啦 IC啦 晶圓啦 曝光機啦 光照 通通車 至少我們這些名詞 有個基本了解 而且就 也了解 IC嘛 集體電路嘛 還有半導體嘛 這些 它所謂的上中下游 帶什麼東西啊 我們有個基本了解 這集講這裡 好